哈喽 大家好 我是Paco 今天带你看的就是什么呢 这一台JQJ7 还没开始影片之前呢 记得先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那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进入影片来介绍这台车 那其实JQ呢 它是来自Cherry 奇瑞旗下的一个子公司 然后它主打的就是SUV的市场 它也是主打是海外SUV的市场 而这一台第一台引进马来西亚的 就是这一台J7 JQ品牌的理念正是元域经典高域经典 通过融合了经典及现代科技 来满足市场对于城市越野SUV的需求 这辆车第一眼最惊艳到我的 就是它整台车的英式造型风格 还有就是这个颜色 不像蓝也不像银的这个造型 其实是蛮特别的 非常非常的亮眼 那相信很多人都会说这台车 有某某牌子的影子 不过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今天我们要看看这台车 到底它有什么卖点 那首先就是它的整台车 方方正正的这个鹰派越野的造型 现在路上很少看到有这样子造型的车 就算有也会很贵 超大U87的水箱护照 然后中间有一个JQ的牌子 牌子下面有一个360的前置镜头 还有就是看这个非常有个性的头灯 其实头灯是在下面这里哦 这个就是它的DRL 头灯的下面这个就是它的HIGH BEAM 然后车头底部这里呢 有一个LED的FOXLINE 中间这里呢就是跟车的雷达 JQJ7整台车的设计里面 其实是来自德国 以及英国的设计团队 所以这台车看起来就非常有轨楼的味道 这个看起来像是封闭式的水箱护照 还有这个高科技的头灯 你以为这台又是另一台中国来的纯电车吗 那你错了这台其实是一台1.6T 搭载是7-speed的DCT牙箱的 最大马力值为194匹 最大的扭矩290mm 然后0-100加速只需要8秒钟 那来到车测看看什么卖点 首先就是方方正正的设计 然后就是浮雪式的车顶 车顶上面呢还有这个Rio 可以放任何的物件啊行李箱 或者是你要放一个小CAM HOUSE的上面的都可以的 然后下来就是看这个隐藏式的门拔 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Submirror 有没有觉得这个Submirror很像皮卡车的Submirror呢 车身长度为4500mm 其实它比Range Rover Evoque还长一点点 可是它比Mazda CX-5短稍微一些些 然后轴距呢就是为2672mm 其实这个长度呢 这可以估计到车内乘客的空间表现 这一库J7呢主打的是轻度越野车的 所以这台车它也是有All-wheel drive system 然后再看看这么好看的车型的话 搭配的这个Rim也是19寸的 所以这是双色搭配的 然后尺寸为235 50 19的这个轮胎 然后前后都是一样的 里面还可以看到是红色的卡钱 所以非常的Sporty好看 车尾的这个部分哦 是我最喜欢这台车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看看车尾的卖点有什么 贯穿式的尾灯 还有这一库的字哦 可是它是隐藏式在里面的 下来这里呢还有两个双排气管的这个造型 不及时它的排气管只是一个造型而已 它真的排气管是在下面 不过它还是双出的 电动尾门是标配 那打开这个尾门之后呢 有一点我不是很满意的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这个门可以弄高一点点会比较好 因为我这个身高的话呢 会打到头哦 不过好处就是哦 它车身的这个位置它并不会太高 所以如果你要拿重东西放上车的话呢 比较容易旁边 而且不会伤到你的腰 然后这台车呢其实它是有备胎 而且呢它是full size的 开车最重要的就是行车记录仪 在这边推荐你这个70mine 刚刚推出的S500 它的设计就是一个后视镜 可以直接安装在你的后视镜上面 让它融为一体 而且它还支援触控功能 可以直接在这个镜子这里啊 进行一些基本功能的调整 另外呢它配备了Sony的传感器 而且光圈最大达到了1.8 就算是落光的情况下 也可以记录清晰的影片 重点是呢它的广角也达到了138度 路上发生的情况 都可以记录的清清楚楚 另外呢这个行车记录迷呢 不管是前面镜头还是后面镜头 都支援HDR 重要的是使用这个手机的APP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记录的影片呢 传到你的手机内更方便 那么现在你可以通过AUTO TO YOU DO MINE呢 购买这个70MINE的产品 只需要输入我们的优惠嘛 那么你就可以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买到它 还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嘛 那来说说JQ J7的车内的卖点 第一个它是有氛围等的Ambient Light 在Dashboard门边也有 然后这个14.8英寸的这个娱乐主机 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还有支援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然后就是我前面的这个10.25寸的这个Digital Meter 这个也是非常的高清的很好看 还有抬头显示 再来就是下面这里还有一个无线的充电 不过只是一边而已 只是在右手边而已的 然后这个排档杆 这个Gear Lock 看起来有没有很战斗气息呢 这里有一个MOD 就是你的DRIVE MOD 你可以选择你要E-Core 你要Mark 你要All-wheel drive 什么都可以的 总共有7种MOD 供你选择 再来这个 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小卖点 就是下面其实有一个Cool Box 就是说它冷气它其实有出风口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去野外野餐或什么之类的话呢 你可以放两三瓶汽水或什么之类 在这里的话 到了目的地你就拿来喝的话 也是冷的 蛮爽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哦 它的冷气控制其实是在屏幕里面的 可是有些人就比较习惯 是有Button可以按来控制你的冷气 调整你的冷气的高低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喜欢像这种 像Tesla那种在屏幕里面控制的 还是你要传统的Button模式呢 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还有一个就是蛮特别的设计 就是它这个门把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这个螺丝口是外路的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整台车就很像那种 皮卡车的那种越野硬派的感觉 其实这个设计 它跟外面的这个Side Mirror 感觉它们是一套的 这辆车的座椅楼的包覆性是非常的好 当我第一次上这台车的时候呢 我就感觉到车里的感觉是非常的高级的 只是呢有些地方 比如是这里啊 或者门把这里磨下去的话 有一些异响 就比较有点Plastic的感觉 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都很好 因为这台车几乎是你想要什么 它都给完了 这台车真的是应有尽有了 后座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全景天窗 而且前面的部分呢 还是可以打开的 你还可以发现到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它的上面的这个部分咯 它的颜色是比较浅色的 所以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压迫感 不过重点呢 还是到底坐起来舒服嘛 如果坐这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发现到这里是稍微比较偏长的 所以如果你坐长途的话呢 你的脚也不会累 也是比较舒服 而且坐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你还可以控制前面的这个椅子 到时候你脚又可以把它完全的伸直了 所以坐位置是非常的舒服的 车还搭配了Sony的影响 而且车门后面这里也是有氛围灯的 所以晚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话 也是非常舒服 中间这里也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出风口下面呢 还有一个Type A跟Type C的车门 那这台车里面是你在走的时候 你会听到一个卡卡声音在后面的 然后你会想 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然后刚才我已经发现了 就是它的那个门宝 它把它关回进去 变成隐藏式的那个声音而已 所以这个声音是每一次都会听到的 因为你开门的时候它会跑出来嘛 然后之后你就隐藏进去咯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啊 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还以为 JCOO这台车它是 又是纯电车 因为它的外观跟内饰真的很像纯电车 可是当我知道它是1.6T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台车蛮有意思的哦 因为其实哦 如果你是主打是轻度越野的话 其实你不需要很大的马力 所以如果它是1.6T再加是 它是All-wheel drive的话呢 它是刚刚好的一个配套 不过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其实也是蛮舒服的 那主要是我们的这个座椅的椅背 还有坐的地方呢 是比较偏软的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枕头的这个地方哦 它是有护两边的 要是你坐后座的时候 你睡觉你躺下去的时候呢 你的头也不会倒下去 这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 它背方面我觉得是有一点 比较没有那么敏捷 如果这个调教好一点的话 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这台车呢 它除了它是轻度越野之外呢 它还是一个日常用的车 所以它的确它是有7个Mod的 包括有Snow Mode Mod Mode 还有Off Road 还有Sport Mode Eco 如果你要省油的话 你就可以调去省油的Mod 或是你要Sport 你要快的话 你可以调去Sport Mode 然后每一次你调的时候呢 它都会把它堵出来的声音 Sport Mode 用堵出来就是蛮爽的 Sportmo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台车 是变得比较精神一点点 然后换挡的时间的速度也比较快一些 那怎么说这台车它还是一个 Dual Clutch TCT 所以它起步来说肯定不会慢的 所以其实它视野来说是蛮宽阔的 而且也没有什么实角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镜子有点太靠近 所以那个距离感的话 就没有一般的那种耗火车那么好 不是我个人认为啦 不过好处就是因为它的这里上面一部分的 它都是浅色的设计 所以的确是没有什么压迫感 乘坐的人或是开车的人也觉得蛮舒服的 那安全备备来说呢 它的确是你提到的它都有 包括是Front Collision, Real Collision, Cross Traffic 一切的它都有 在这个价位来说 它的确是能够给的它都给了 拐弯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它的那个Body Roll 会比较明显一点 又可能是车身是比较高的关系 也可能是因为它是主导是轻度越野 那当然如果你不小心你的你的车慢慢偏离轨道的话呢 它也会从Staring Bank里边慢慢的拉回进去 来给你做一个提醒 前面这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弯 可以感觉到它的Body Roll是很明显的 那我整个都写一边去了 然后这台车的隔音算是蛮不错 只是轮胎的噪音会比较来的响一些 那如果再加速的话 它是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它才有那个速度 那经过一些不平坦的路的话呢 它也是比较舒服的 Suspension来说是比较偏软的 所以一般上如果热仓用的话 这台车的确是没有什么压力很舒服 方向盘的敏捷度算是蛮不错 不过你会感觉到这台车是 比较多AI来辅助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稍微的偏你轨道的话呢 它就会扯你 就会扯一点进回去你的那个轨道里面 所以呢这台车感觉上就是 有一个人在帮忙你在开那种车 那这个打直式的大屏幕 我其实看起来是蛮舒服的 因为它真的很清楚很高清的给你看到 你比如现在我在用这个CarPlay的 我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我下车的路 我几时要转弯 我几时要进或出的就很清楚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蛮好的一个东西 这晚上的话它可能就会把它叮到一些 这样会比较好 如果不是的话它就会太亮可能伤到眼睛 从1.6T来说如果你是热仓用的话 它是刚好够用的 加上车其实也没有太大 它只是稍微比CX5小一点点而已 可是它的造型的时候就看起来很巨型 这个就是如果你喜欢它的造型的话 这台车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要是真的要拿这台车来做其他车比较的话呢 我们就轮价钱来说 它的对手可能就有CRV啊 CX5啊 然后一般的那种日本车啊 或者是X70 种种种的或者是Cherry自己的一些车 比如说Tiko巴之类的 不过呢我只可以说就是 没有一台车的设计像这台车一样 那么的银丝风的外观 所以其实我是蛮喜欢这台车的 现在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轻度越野的感觉 那首先呢把这个drive mode 就是调去off-road 然后你听到它是这样off-road mode 然后我们开始进去了 所以当我调去off-road mode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整台车有一点点抖动 好我们来看它开始 来体验一下 来off-road 就是轻度越野的时候是怎样的感觉 然后这里呢是比较多是 泥啊或者是沙子的地方 然后一般的车其实是进不来这里的 坐在车里面其实是蛮舒服的 没有什么感觉 前面是有一个比较像水沟这样子的一个坑 这样下去 这样子就算是一个轻度的越野 对很清楚看到现在路面的情况 好像只有一个石头也可以看到很清楚 如果是喜欢camping 喜欢录影的朋友的话 这台车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又有颜值又好用 这个是540角度的一个镜头 所以更清楚的看到你的车的情况 是怎样的 一般上的车你不要进来这里试哦 因为可能你会卡在中间出不去 这台车刚好它有off-road mode 才可以做这个东西 是真的是很舒服 坐在车里面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打滑的现象 那试驾过后呢我觉得它的操控性呢 是中规中矩的 越野表现呢是蛮不错的 可是呢如果你讲舒服跟daily use的话呢 它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接下来就是整支影片的最重点 一个地方就是到底这台车它卖多少钱 其实官方还没有真实宣布 不过呢听说它是160起跳 那如果这台车真正的卖是160千的话呢 你会买单吗 选择买一台车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价格可能是外观 可能是它的牌子的历史 什么原因都好呢最重要的还是 到底你喜不喜欢这台车 那如果你是喜欢这台车的话呢 这台车就是对的车 以上就是我这次影片的所有的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谢谢大家的支持